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啊 最近系子基隆这边一直下雨 我感觉到我全身都快长霉了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出发 离开北部这个阴雨绵绵的地方吧 哎呦啊 吹了欸 宜蘭 下雨 NO 不知道等一下我們休息過後到花蓮 天氣會不會變好一點 不過OK啦 我們先吃個中餐 然後再繼續出發吧 電燈 大家好 我是Toto 我現在來到花蓮的七星潭這裡 剛剛我開車開了差不多三個多小時才來到這裡 不過OK啦 既然我們都平安到達花蓮這裡了 那我們等一下來這邊釣看看說 今天能不能釣到魚吧 吹下去 笑意講到後 水淋在酒 夜淋好酒 你看一個小小的海洋 頭頭在嚇到 要不說 犯狀是你 你敢不怕 我覺得今天這個釣放不太行耶 我們先往下個目的地吧 今天開車到花蓮 有夠累了 OK啦各位 現在我們已經在花蓮的迪格民宿這邊了 我今天本來是要住這邊的雙人房 可是誰知道 他跟我說 我幫你升級成四人房 然後價格依然跟我收630元 我就覺得說 他是不是有暗藏了什麼陰謀啊 那等一下我們休息一下 就準備前往下個目的地囉 唉 唉 阿你好我是偷刀 我現在來到花蓮的公正包子店這裡齁 我今天來這邊不是為吃這家店 但是說我是想要吃周家針餃啦 因為有在地人跟我說過 他們這邊兩間有名的店就是 公正跟周家 可是周家針餃店 我上次來沒有開 這次來還是沒有開 但是說他在店門口有留個牌子說 你想要吃針餃的話 可以去他花山對面的分店吃 那我們就準備出發了 好不好我還點了一籠小籠包 跟一碗肉蒜根麵 蒜味肉根的味道好香喔 攪拌起來是滿滿的蒜味在裡面 阿 喔 它這蒜味很濃郁耶 給你們看一下 它這個湯裡面滿滿的蒜濃耶 這個就黏到的時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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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用針餃子沾它的特製沾醬齁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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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來我們來吃吃看包子吧 哎呦喂呀 這隻土豆大老遠來吃周家針餃 可是沒有想到 它竟然疊了個大礁啊 大家好我是土豆 我現在來到了花蓮阿財釣蝦場 是因為我剛剛吃完了 那些針餃跟包子 我現在肚子有點空虛啊 那我們最後還是回來找蝦子取暖喉 剛剛我去仔細了解他們的規則 因為上次我第一次來的時候 欸? 欸? 你帶回家吃啊? 對 我剛剛有一點點 我家挺像個大路 真的嗎? 真的 是說這家釣蝦場規則很特別 是因為這家釣場 它禁止使用兩組天秤或長短鉤 那等一下我們兩個水深就開單做釣囉 我先開好一個小時的釣蝦囉 因為剛剛有個觀眾 它送了我還蠻多隻蝦子耶 所以想說我們今天先釣一個小時看看 如果蝦不夠 再釣兩個小時好了 喔? 浮標載浮載城了耶 好像有訊號囉 有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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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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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欸 伏标被拖走了 沒有想到這隻蝦子竟然是勾到雷達版起來的 這隻人起來也太幸運了吧 我們的時間好像到了 那我們準備收乾蒜蝦量囉 欸 我覺得今天這樣吊一個小時300元這個量還不錯欸 那我們來算一下有幾隻蝦吧 第一隻就是大公 好大隻喔 1 2 13 13 我們今天釣一個小時有13隻蝦子齁 那我們今天用台金來算一下有多重嗎 欸 液晶01兩欸 給各位看一下 看來我們今天宵夜有著落 還有別忘欸 剛剛觀眾喔 他挑了幾隻 他釣到很大隻的蝦子給我吃啊 給你們看一下 那等一下我們把這些蝦子料理料理 就回去民宿休息吧 我剛剛把我釣到那間蝦拿去做代工料理 他這邊代工料理只要150元 然後我是選擇麻油蝦啦 我先用台灣啤酒敬各位 然後這個啤酒很特別的是 他這邊有教你台語怎麼唸 看貓五點 跟著我唸 看鳥無點 這樣 每次我把烤蝦帶回來之後 我們已經錯過他最好吃的時刻了 所以這次我選擇了 不是烤蝦的另外一種方式 那我們開動吧 給各位看一下 蝦膏 非常的勾勁 嗯 這味道好棒哦 那接下來我們來吃一下今天最巨大的蝦子 我們的和薯好朋友不能燒 哇 哇 它的头好肥哦 感觉现在嘴巴都是它的脑子的味道好香哦 一口烤虾 一口啤酒 真是完美的假期啊 那我们来说说周佳包子的想法吧 今天我吃它的小笼包跟蒸饺 它小笼包整体来说 它的面皮太厚了 然后内馅只有一点点 但是它的蒸饺皮薄 肉嫩 可是今天吃到这个蒸饺 虽然说它是好吃的 可是整体来说并没有什么经验的部分 那在这边我们问问看 明天的土豆你对钓鱼有信心吗 A土豆觉得你钓得到鱼吗 想说今天都用生儿来出海口玩的 应该不至于会打龟了吧 希望啦 好啦 祝你顺利啦 那等一下我要去休息了 我们下个影片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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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fteen し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